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电影的特效都要用到绿幕基础 这就导致拍摄的时候 演员经常要对着空气表演 在拍摄霍比特人的时候 就连甘道夫的扮演者 身经百战的伊恩·麦克莱恩老爷子 也因此拍到当场崩溃 哭着说 我想回家 而这个是大热科幻剧 曼达洛人的拍摄现场 完全不需要使用绿幕 而是利用游戏引擎Unreal 将制作的场景投射到一个 超大的环形LED屏幕上 这样一来 拍摄场景就可以切换成各种环境 不仅能让演员不需要空气输出 还能进行实时渲染 这种拍摄方式 不仅能实现比绿幕更真实的效果 还能极大缩短后期制作流程 曼达洛人第一季超过一半的镜头 就是这么完成的 不仅是曼达洛人 像《狮子王》 《银翼杀手2049》 《奇幻森林》 《头号玩家》等等电影 都使用了游戏引擎进行制作 今天我们在电脑上创造的场景 从画面上来讲 已经越来越让人难以分辨 和真实世界的区别 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大家好 我是游戏观察家 馆长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 游戏和科技的关系 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 计算机科学刚刚确立为 一门独立学科 一些科学家开始在 大型计算机上设计游戏 用来展示这项前沿科技 从此电子游戏的发展 就与计算机科学的进步相生相伴 这款在试播器上模拟网球的游戏 名叫《双人网球》 由美国物理学家威廉·辛吉伯森 设计发明 别看这个画面非常简陋 游戏性也很单一 但它却是第一个 用图像显示的电子游戏 算起来 现在的游戏都得教它一身祖宗 《双人网球》也给后来的游戏 奠定了一个基础 游戏的本质是交互 虽然《双人网球》在展出后 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 不过包括威廉·辛吉伯森自己在内 也没有意识到游戏有什么价值 这也很正常 毕竟在当时 计算机主要是用于科研和计算的 在MIT以史蒂芬·罗素 为代表的一群年轻黑客 却不这么认为 1961年夏天 迪吉多公司给MIT 捐助了一台名为 PDPE的商用小型计算机 虽说是小型 但也有这么大的 小也是相对于 当时动辄一个房间大小的计算机而言 对于黑客们来讲 这台机器 显然比过去的机器更加好玩 史蒂芬·罗素 很快和他的伙伴们 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商讨如何向大家展现 这台设备的牛逼呢 最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想要展示它 最好的办法 不就是让旁观者 开心的参与进来吗 所以他们需要的 就是开发一款游戏 因为这群人 多数都是科幻小说的粉丝 尤其是太空歌剧的粉丝 最终他们选择了 以太空为背景 开发出了世界上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电子双人射击游戏 《太空大战》 这个游戏非常简单 只需要两名玩家操纵飞船 发射鱼雷 忌讳追忘 同时避免撞击星球就行 罗素将这款游戏进行了开源 任何人都可以拿去修改 很快 《太空大战》 就在各大学校和研究机构中 流行起来 《太空大战》 没有从实验室走向家庭 不过它也给出了 计算机的一个发展方向 电脑不仅可以用来运算 还可以是一个与人互动 界面简单的个人装置 同时它验证了罗素们 关于游戏理论的正确性 想要展现电脑的性能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更多人参与其中 感受到快乐 这么看来 原来游戏是计算机的 早期推销员 正是因为《太空大战》 在研究生中的风靡 作为第一个基于图形的游戏 启发了E1.SARS-Lan 构思一款实时绘图程序 1963年 在MIT论文答辩时 SARS-Lan讲解了他的Sketchpad系统 这款系统的成功 直接开启了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 也让SARS-Lan成为 计算机图形学之父 如今 计算机图形学 被枉泛地应用在图形界面 计算机仿真 飞行模拟器 CAD CAM等领域中 人们终于可以 不是在一张纸上 画出一个东西 而是在电脑中 建造一切事物 游戏就像是一把钥匙 一方面解锁了 计算机全新的应用方式 另一方面 打开了计算机 走出实验室的大门 SARS-Lan不仅自己非常成功 还带出了一批 非常优秀的人才 1967年的时候 这个计算机图形学之父 前往犹他大学 创办了第一家 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中心 日后涌现出了一批 各个领域的行业先驱 比如皮克斯联合创始人 埃德文·卡特姆 Adobe联合创始人 约翰·沃诺克等等 其中还有一名学生 诺兰·布什内尔 也因为太空大战 对电子游戏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最后创办了一家游戏公司 叫做亚达利 从而开启了电子游戏的商业史 从70年代开始 微处理器的诞生 和第一代游戏公司的创业潮 让接机游戏 与家用游戏机开始蓬勃发展 电子游戏与个人电脑 都迎来了消费时代 在太空大战风靡的时候 刚才我们提到的诺兰·布什内尔 玩了一次这个游戏 就对它念念不忘 于是在1971年 布什内尔决定在业余时间 开发一款可以投币的视频游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机 一年后 布什内尔在家里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亚达利 而让这家公司 迈向成功的那部棋子 就是世界上第一个 商业电子游戏爆款 Punk Punk的玩法十分简单 或许今天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简单的游戏竟然也能火 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 这已经是黑科技一般的存在了 所以它不只是火了 更让亚达利的游戏主机大卖 而从游戏本身来讲 Punk也启发了许多科技大佬 其中就包括乔布斯 19岁的乔布斯 当时就是一个嬉皮士 对佛法和禅修特别感兴趣 辍缺后就想去找个工作 然后赚钱去印度 下好这时候亚达利正在招聘 实行5美元 乔布斯一看就是他了 当时亚达利决定开发一款单人版游戏 这个任务落到了乔布斯头上 虽然乔布斯对电子技术一窍不通 但还是跟老板保证 你放心 我4天就能搞定了 转过头就跑去求他的天才马农好友 沃兹 沃兹负责游戏开发 乔布斯负责设计与测试游戏 Breakout终于完成了 这就是被后人无数效仿的 史上第一款大专快游戏 在这件事成功之后 乔布斯便燃起了自己成为企业家的梦想 随后乔布斯便离开了亚达利 好友沃兹同时也离开了惠普 两人在一个车库里 用散件打造出了个人电脑 Apple One 才有了今天的屏幕 不光是乔帮主 在大洋彼岸另一头 一个名叫西角有恒的日本人 也被这款火爆的游戏吸引了 当时英特尔开发并商业化了 世界上第一个单芯片为处理器 英特尔4004 当时出了计算器 基本没有用武之地 幸运的是 这让传统的基于电路的开发者 Dave Notting 开始看到其与游戏结合的可能 1975年 他的团队开发了第一款 基于微处理器的弹球游戏 Spirit of 76 这可让许多美国游戏厂商 激动坏了 纷纷在自己的游戏机上 改用英特尔的处理器 这也成为英特尔微处理器 成功的开端 加速革新了集成电路的发展 游戏给芯片这种新的技术 提供了早期商业化的土壤 英特尔的这波操作 极大地影响了 个人计算机的发展 至今仍为数十亿台计算机 提供动力 西角有红的工作 正式研究美国同行们的游戏机版 当他发现美国人 都开始使用英特尔的时候 于是他决定 自己也要使用英特尔的技术 来开发游戏 于是在Breakout获取游戏灵感后 西角使用了Intel 8080微处理器 作为运算单元 成功开发了太空侵略者 这个游戏 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 小蜜蜂的鼻祖 没想到 小时候玩的游戏 其实对推广微处理器 有巨大的作用吧 在这风起云涌的十年里 游戏让许多硬核技术 最终落地 来到了消费端 游戏不仅带来了 巨大的消费市场 可以用来消化 像芯片这种新诞生的技术 并且随着用户 对游戏需求的提高 又为科技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 到了90年代 技术的进步 让微处理器 可以用来执行 实时多边形3D图形渲染的难力 玩家们对游戏画面的追求 最终让游戏进入了3D时代 创造了显卡和游戏引擎的市场 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 叫约翰·卡马克 太空侵略者风靡的那一年 卡马克刚好8岁 正是因为接触到这款游戏 让卡马克走上了开发者的道路 虽然电子游戏 在雅达利之后 迎来了广泛的市场 但显然 2D的游戏画面 还远不足以构建一个真实的画面 毕竟 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中 而改变这件事的就是卡马克 这个画面来自于游戏德军总部3D 用现在的眼光看 这个3D画面当然是非常粗糙的了 但是想想 在1993年 所有人都还在玩2D游戏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三维立体的游戏 这简直就是构围打击 不过 其实在那个时候 消费级计算机的算力 还不足以支撑3D 但卡马克是天才 既然算力不够用 我就优化算法了 于是他采用了一种 光线投射算法的2D成像技术 来模拟出3D空间纵深的视觉效果 这个算法 其实在1988年就诞生了 但直到卡马克将其应用在游戏中 才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时至今日 这个算法在医学成像 计算流体动力学 有限原模型 地球物理学 摇杆技术等领域 还有着广泛的应用 德军总部3D 还有另一款游戏 Doom的成功 并没有让卡马克满足 因为他知道 这两款游戏本质上 还是利用算法制造的 伪3D效果 他需要制作一款 更为全面的3D游戏 1996年发售的《雷神之锤》 可以说是3D技术的里程碑 与游戏同名的Quake引擎 是当时第一款 完全支持多边形模型 动画和粒子特效的引擎 而作为开源软件的践行者 卡马克在同一年 无私地分享了 《雷神之锤》的元代们 也正是得益于卡马克的贡献 游戏引擎迎来了爆发 他的3D游戏 震撼了Epic的蒂姆·斯维尼 让他意识到3D才是未来 于是着手开发了 属于自己的Unreal引擎 相比于之前的游戏引擎 虚幻引擎的集成度更高 通用性更强 因此 这款本来为了3D游戏开发的引擎 最终不仅可以用来制作游戏 还能运用在教育 建筑设计 影视制作 3D建模等方面 开头所说的曼达洛人的拍摄 使用的就是这款游戏引擎 我们以后看到的大场景 可能越来越多 都会是用游戏引擎制作出来的 也说不定 同时 3D游戏和游戏引擎的出现 让玩家显著提高了 对于电脑硬件的要求 早期的3D和图形处理器的需求 主要来自于一些专业领域的用户 比如CAD和电影领域 这些用户确实愿意付钱 但是怎么说还是太少 相比之下 游戏市场就大多了 虽然付费比专业用户要少 但架不住人多 毕竟 钱才是商业迭代的最大动力 海量的用户 让芯片厂商们 开始推出消费级的显卡 并且 随着游戏画面质量的快速提高 显卡的性能也必须快速迭代 1999年 英伟达发布了GeForce 256 首次引入了GPU的概念 依靠游戏市场 英伟达逐渐成长为 芯片行业的霸主 时至今日 游戏还是英伟达的核心业务 占其总收入的43.7%左右 不夸张地讲 GPU 芯片行业的发展 游戏是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在这20年里 3D游戏的出现 像是打破了游戏与真实世界的墙 不只是让游戏和影视 有了更好的画面效果 更以市场需求催生了显卡的出现 从而驱动了芯片算力的发展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硬件厂商 通过使用游戏来验证自己的性能 可以看到的是 从太空大战到雷神之锤 或者现今大热的元宇宙 人们对游戏体验的一个极致追求 是让游戏世界越来越接近于现实世界 在上个世纪 正是因为玩家对画面孜孜不倦的追求 才让图形处理器 游戏引擎这些技术诞生 庞大的用户基数 又对算力带宽产生了需求 从而让这些当时无人问津的产业 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并且一直蓬勃发展 最终这些技术汇集了所有人 而游戏推动科技发展的故事 并没有结束 进入新世纪后 飞速发展的游戏行业 不仅是带动了硬件行业的发展 更是应用到了许多新兴行业之中 下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 电子游戏是如何在新世纪里 引领未来走向的 消费 商业 洞见 请在IC实验室 我是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